静姐 你这真的是在夸人嘛 这也是夸人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 我有点可以了 我的天呀 我真的觉得 你不要敢 你就是这样跑掉的 这个就很有特色 很少有人专业的 拉出这种 锯松树木头的声音 就你真的太强了 没有人说我是专业的 能拉出这种掉掉的 这种感觉的太难了 真的 并且你要告诉人家你是专业的 那简直了 这是什么水平 是在夸我吧 没错吧 是真的在夸 静姐把人家孩子都夸懵了 他这个这次没有跑掉 这次就几个音音跑了 但是整体还是对的 那难道是昌林跑掉了吗 我只知道他没跟上我 昌林 他说你没跟上他 那个音乐的话 我要听一下他怎么拉之后 我跟上他吹 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慢 拖一点节奏 这要是一个组合的话 真的可以 跟你说真的这个太有趣了 觉得你有一种很干净的特质 我觉得你很像个漫画少年 就是今天要是我要 选一个人演出练 就是在座的各位 我一定会选你 谢谢 谢谢 那我模仿一下李若彤老师好不好 好啊 来啊 因为老师我经常刷到你的 那个健身视频 跟着鼓鼓练 十四天挑战马甲线 跟着李若彤练 十四天挑战马甲线 过去两个星期 大家有没有好好锻炼过 乖乖打卡 每天都有坚持啊 今天就是挑战马甲线的 第二期的动作 我不告诉你 你们有多少动作 你就跟着鼓鼓练 你就对了 对了 我们开始 对了 好 好巧不巧我也看过这个 你别说他学的还真是挺像的 你的马甲线 什么时候出来 十四天老师 说十四天啊 我每天定着你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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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你来 原来是这个 我怎么感觉不太一样 有点晃 我有点很好奇就是你整段舞台上的表演那个表情管理好像做比较高难度的动作的时候你不敢笑 只要做比较轻松的表情的时候 突然就是那个选美比赛一样 就是多少颗牙齿都露出来了 这个是你情不自禁的吗 对 这就被你发现了 宝宝 你这个不是人家发现 是太明显了 好 收得也收得漂亮 江一这段表演不知道为什么 总有一种看上去很忙的感觉 是一个动作赶一个动作是不是要完成 是不是自己比较慌 对 但是最后你有一个胜利的微笑 是觉得还不错对不对 对 我有点很好奇 就是你整段舞台上的表演 那个表情管理 好像做比较高难度的动作的时候 你不敢笑 只要做比较轻松的表情的时候 你就突然就是那个选美比赛一样 就是多少颗牙齿都露出来了 这个是你情不自禁的吗 对 这就被你发现了 宝宝 你这个不是人家发现 是太明显了 就不用发现 刚跟你说你谁 杨文广 杨文广 你看宝宝 我是你妈呀 我是你姑姑啊 桂英她有了身孕 我们杨家有了好极的香果了 云有二人群 云有二人群 心却喜孤立 因一句里扫别愁 醉意是包裹春秋 那一刻长路漫漫 上下难求 爱民生计多有 长夜距离扫别愁 断一生之气难留 心之所善无悔 中华作灰 此梦若颠沛 留给某人安慰 少年强 那中国一定也很棒 吸收千年的磁场 有传说中的神奇 和继续的锋芒 一根凹骨 无法隐藏 像是智慧的力量 少年强 那中国一定也很棒 三八五千年的磁场 习惯了后发之人 赢了还说尘扬 在这无限梦想和希望 像跳龙一样飞翔 下青青少年张廷睿 今年二十岁 来自湖南长沙 下面是我的舞台 就是一个比较欢乐的舞台 阳光开朗大男孩 全目光一向我摸摸摸摆眼大觉算是什么 我看看身份说 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 阳光开朗大男孩 我特长只有微笑 何过眼睛的嘴角 阳光开朗大男孩 阳光开朗大男孩 我特长只有微笑 让我有见了 阳光开朗大男孩 阳光开朗大男孩 我只是路过互桥 被阵雨阵争被闹 我想说的是 就是快乐男孩是吧 刚才表演的 是 不好意思 我没有快乐 其实你就很开心了 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李白这个人 一身傲骨 一直比宁写苍生 不写权贵 可唯有这首诗 却是个例外 好